大家好,我是小鹿 今天呢,我来偷个小懒 吃一个半成品 炸春卷 准备的食材呢 这个 豆沙馅的春卷 我们这边 炸春卷的正常做法呢 一般是用 韭菜 豆芽 粉丝 还有肉馅 把它们呢,调在一起 调制好以后呢 准备和面,揉面 然后 把面擀成这么大的 面皮 然后把这个馅呢,放在面皮上 然后把面皮卷起来 卷起来以后,放锅里一炸就可以了 因为在 面食这方面呢,我还是不太会 不太会 揉面啊,发面啊,这些 所以呢,今天我就来吃一个 即食的 即食的 炸春卷 那下面就来看看 我炸春卷吧 来,来吧 包装打开以后呢 包装打开以后呢,是这个样子的 一个个可爱的小春卷 这样 然后里面呢,裹的是豆沙馅 下面我们就来开始把它们炸一下吧 我们先来热锅 我们先来热锅下油 因为呢,是油炸食品 所以油呢,需要多放一些 油热后,我们放入可爱的小春卷 炸至两到三分钟至金黄色就可以捞出来了 可爱的小春卷制作完成了 开吃咯 先和你们干杯 敬你们 里面吃豆沙馅 好吃 特别的酥脆 吃豆沙馅 蘸个沙拉酱试试 酥酥脆脆 里面的豆沙呢,是甜的 口感特别的好 这不能吃到 就很饭吧 这种料理 这种? 好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来吃个西红柿 这个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像小芒果 好吃 吃一个小杏儿 特别的甜 吃饱了还剩最后一个 实在吃不下去了 刚才那个一袋呢 是一共有12个 我吃了11个 真的是太好吃了 而且是懒人的福音 它呢可以当做菜 也可以当做下午的小甜品来吃 喝一杯咖啡 再吃上几个小春卷 又是别有一番不同的味道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话 就帮忙订阅加按赞吧 谢谢大家收看 下期再见 拜拜